台北市的選人在我們說精采 是因為在這裡左右的因素還蠻大的 我們繼續看到關於沈富雄這樣的一個角色 沈富雄來自於媒體黨雖然他已經退黨 所以莊委會吸到很多沈富雄 會吸到柯P的票嗎 民進黨還是說根本不擔心他 不會 因為 那個沈富雄在現在民間的一般 尤其在綠營心目中的定位 他已經是比較屬於藍營 歸為藍營的人 對對對 就是我一般我接觸到支持者 大部分是把他歸類 那就因為沈富雄的這種參選 大家認為他是衝著柯P來的 因為他批評柯P是 免多於批評這個連勝文嘛 所以也使得綠營 反而比較團結說 好好好 這樣柯P要告我條 這個有威脅了 所以我來看的話 目前他拉到的這個 應該是大部分是比較偏藍的票 不一定說全藍的 但是比較偏藍 這從哪裡看出來 就是說趨勢民調所做的啊 只要加入沈富雄的話 連勝文就落後了大概將近18% 更多啦 顯然拉的 加入沈富雄拉到的比較 偏多的是連勝文這邊的票 那剛才一方兄講說 後來變成3% 不會9% 3 4%有時候在台北市長選舉 我認為這一次就是決定性了 會差到3 4%嗎 距離很近 很近耶 所以他拉到誰的票 他拉到誰的票 那可能就決定了這場選戰 是好 所以看來是非常緊繃 所以明顯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部分不用那麼擔憂 如果沈大佬的出現 是連勝文那邊要小心 其實國民黨內部也會擔心說 沈大佬拉到那個 那個連勝文的票 可是我想這樣講 這一個盤是 台北市這盤是這樣講 柯P跟民黨先整合嘛 其實對民黨最難堪的 民黨已經被柯P先棄保掉了嘛 所以這場選戰到最後還是 一定回歸藍綠對決 還是會棄保嘛 如果沈大佬真的參選到底的話 最後國民黨的選民 最後一定會還是會棄保啦 你其實過去選戰經驗 其實有潛力可循啦 以2006年來講 周一康跟柯次海 他們兩個參選到底 最後兩個人加起來的選票 是1.5萬票 你即使拿了2萬票 甚至宋楚瑜的5萬票 對整個選舉來講的話 影響力其實還不大啦 包括你整個現在 其實國民黨再弱勢 至少還有領先10萬票 至少還跑不掉啦 所以最後呢 其實獨立候選人的影響 並沒有那麼大 好 當然重點 我們剛剛還講 他有沒有選到底啦 是現在是喊出來 是要選要選 但是會不會選到底 恐怕也還是一個大的變數 但綠軍不會有人出來選嗎 像呂副總統 很不開心 不會出來選 會 因為 因為綠軍就是 贏二輸這一場一定要贏